好,就是南宁商场男子持刀伤害一名女子,派出所说已经出警了。 广西南宁龙岗派出所一名接线员向澎派新闻证实, 南宁万达茂商场内一名男子持刀伤害了一名女子。 这个视频我就不给放了,因为我发现什么呢? 因为我这个视频我是和油管同步, 我发现这个油管啊,这个这方面比我们好像要言得多, 因为我在国内的这个视频网站混久了, 我就不太了解他们的习惯,我已经死掉了一个了, 半死吧,没有完全死。 那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, 我就没办法放这个,不给放视频了。 今天是情人节,我做了一个视频, 大家可以向上看那个情人节的由来, 就是和天主教或者和基督教反抗这个皇权有关, 皇上呢,说要你去保驾卫国, 然后不能结婚, 然后这个教会的人呢, 就偷偷的给年轻人们主持婚礼, 因此呢,他被杀了。 这个日子呢,成为情人节纪念的日子, 你看,人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个, 我觉得是三个最主要的东西。 你要说你搞不清楚信仰是什么, 或者你不喜欢信仰是什么, 你也知道人是逃不脱这三个东西去死, 除非老死,自然而亡。 主要是有自然而亡以外的东西, 就是这三个死亡, 第一个就是性, 第二个就是财富, 金钱, 第三个呢, 就是信仰之争。 有人说现代化的战争, 就是信仰之争, 包括俄乌也是信仰之争。 那么这个, 其实这些个东西它有相关联, 其实围绕就是一个暴力嘛, 那么今天是情人节, 你就发生这样的事, 肯定是和情人节相悲而驰的, 那这样的朋友呢, 他就不能可以, 他可能也过过情人节, 他是这样过, 但是他和情人节这个东西背道而驰, 因此这个杀人的人, 大概率的是蒙昧的人, 是信仰恶的人。 所以说朋友们, 认识善良, 认识邪恶, 这是多么重要, 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。 你不管是男孩子, 还是女孩子, 我们一定都要认识他呀。 我们女孩子如果认识他以后呢, 不就尽量的远离这样的人吗? 何必惹杀身之祸呢? 记住我说的话, 三个人类死亡的原因, 性,财富, 性,钱,信仰。 还不到我这个频道里来啊, 好好的这个, 啊, 这个讨论这些个问题, 还搞那些个闲的淡的, 有用没用的, 刀已经夹在脖子上面了, 知道不知道啊, 执迷不悟, 爱惜点生命吧, 关注我, 关注我的内容, 到我的直播间里来, 到我这里来。 这些要不这些个东西都泛滥, 一点也不美好。 好好的。